嘿喲聊世界天梯中心 大家好,我是雷喲 今天來看邁亞人對上日本人 這場比賽是天梯的阿拉伯地圖 好,先來介紹一下黃方選擇的文明是邁亞人 邁亞人最大的特色是他的工兵單位折扣非常多 而且他的所有的資源採集都有15%的永續效果 所以這個採金礦、石頭都可以採得更久一點 那邁亞人的白血老鷹也是他的特點 老鷹坦度非常十足 甚至可以打贏這個阿茲特克的8加9老鷹 所以邁亞人的白血老鷹在多方面來說是蠻好用的 那接下來介紹一下日本人這個文明 那日本人最大的特色是他的採礦地、伐木場 還有這個模仿 這種經濟建築都是50%的折扣減免 所以前期大約可以省下150木頭 可以多灑幾年的農田作為這個經濟加成 那日本人他的打法比較偏向步兵打法 所以前期也可以打裝甲塔或是裝甲轉弓兵 都是很適的日本人 那日本人的馬弓呢 打這個步弓兵有加兩點的額外傷害效果 所以打麻雅人如果日本人轉馬弓是優勢蠻大的 但是麻雅人本身也有這個戰毛兵的加成 這個雙倍戰毛的投擲數量 所以兩邊都有一個互相克制的一個單位在 那日本人後期可以打日本武士、劍兵武士、急兵 還有這個馬弓都屬於常見打法 那日本人後期也可以玩巨型投石機 攻擊速度直快 而且拆裝速度也很快 好,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兩邊的地圖 那麼就看到地圖部分 下方黃金在這裡 這個地方算是HERA這裡待會要守的一個重點 黃金在下方 而且中後期的附近也要趕快開TC去守住 這裡的礦區有點多 這邊可以補一個城堡 或是這邊補一個城堡會比較好 前期來說的話應該是沒什麼問題 果汁在非常後方 前面這裡金只要稍微微一下 都可以小微微好的 好,那馬雅人這邊的話 地圖的話就不是那麼好微了 這邊至少要這樣圍 圍起來、圍起來 把這個正面圍起來 然後專心守正面這個大方位的位置 然後上面這個可以圍起來 圍的部分會稍微大一點點 但如果只要一旦圍成 後面的發展就會非常舒服 因為裡面還有一塊附金跟附死 所以在整體發展來說 馬雅人只要顧好前期的防守 圍死的話 待會就可以圍大了 好,那馬雅人前期的果子會比較難受一點 好,接下來看一下兩邊怎麼打 那這邊看到HERA這邊推路 推推被鷹刺猴給兇了回去 在這個時間點鷹刺猴是可以打得贏洛瑪的 所以洛瑪被戳了一下 剪了4滴血 那老鷹的話本身是4滴 4滴殺害 到了封建時代洛瑪會加2攻擊傷害 才打得贏鷹刺猴 好,兩邊封建時代還有一分鐘 HERA這邊補下了軍營 看來是沒有要打這個棒棒轉裝甲的策略 好,HERA決定要圍一個非常大的喔 這個圍的蠻大的 下方這裡不圍 這裡圍大,應該是要轉肉 射箭場啊 直接鬼轉射箭場 好,那馬雅這邊準備下個射箭場 這樣兩邊都是射箭場 打法 好,那HERA第一時間是 按毛兵嗎 對,按毛兵 因為沒有挖金礦 只能選擇毛兵 那馬雅這邊是時間選擇工兵開 三個人挖金礦 待會再補到四個人 四人挖金,出小工 好,下方補了一個兵工場 這邊稍微偵查一下 看一下有沒有,這個高地很重要喔 但是現在有兩隻老鷹 應該正兵會打不贏 好,這邊要稍微小打小鬧一下 好,這裡毛兵 第一時間沒有收到後放槍兵 槍兵還在追 要不要回頭打一下 好,這裡收掉所有的工兵了 好,這邊再按幾隻槍兵 槍兵這裡是3點傷害 搓老鷹也是3滴血 所以還算不錯 其實在打馬雅 這種南美洲火柄子的時候 對方出老鷹 一般的馬國也可以出槍兵 卻跟老鷹對錯 但是要小心後面的弓箭手又來了 這裡HERA 日本人是繼續按毛兵 待會黃金會玩點花 這邊要先趕快灑農田 那現在是灑了8片農田 那媽,這邊是9片田 哇,甚至比日本更多一點 好,前期灑農田 是雙方高手的目標 應該暫時就遐找小鬧 不會再繼續大打出手 好,看一下毛兵 這邊換一下 老鷹過來只有7滴血 但還是按了幾隻槍兵 之前有觀眾留言說 欸,這個日本 或是其他文明 出槍兵打馬雅 是不是 或是打這個南美洲文明 用槍兵封建 是不是搞錯了 因為南美洲文明 是沒有馬的 是不是按錯了呢 那這一把就可以明顯看到了 其實並不是按錯了 是真的要去打對方的音次 可以選擇槍兵 而且畢竟日本人 跟像是瑪莉啊 這些文明 都有這個步兵加成 所以在封建時代 可以多多利用這些步兵的加成 進行反擊 會比較好 還有這個緬甸啊 這類的文明都是 那日本人這邊是補下了 弓箭的鎧甲 日本人這邊弓箭鎧 點下之後 打弓兵才會比較好打 不然對手的弓兵一直走A的話 打這個毛兵傷還是很高 好 瑪莎這邊是 毛兵配 弓兵配老鷹 這個打法壓制力非常強大 因為全部都是黃金兵 那瑪莎這邊只要點下 一級的步兵鎧甲的話 坦度會更好 好 彈自己的弓兵全部被收掉了 毛兵這邊是三點傷害 打這個老鷹呢 還是伊犁甲 原天生是兩點防護力 好 瑪莎這邊已經點下了城堡時代 好 應該這邊繞進去 留個一下 稍微騷擾喔 就差不多 好 這邊稍微微一下 還會來個甕 甕衝之鱔 好 瑪莎點下了一級挖金 待會工兵就可以升級為奴兵了 瑪莎的奴兵 價格非常便宜 很容量產起來喔 這邊可以考慮轉三個射箭場 欸 結果這邊轉是均勻喔 哇 結果 阿瑪瑪這邊是轉老鷹爆 老鷹爆這個流程非常難打 我覺得最好的馬鷹流程喔 這個老鷹爆的流程應該是阿茲特克 因為他的均勻有功 這個工作效率有提升喔 爆老鷹速度非常快 瑪瑪的話則是黃金喔 可以畫再更久一點 而且成本帝王是在才能點下黃金國 所以城堡是在的瑪雅 老鷹爆 並不是這麼極限的 但是真的要打老鷹爆的話 壓力還是很大 因為申鋁去招翔他 他會有抗招翔的效果 所以也不太怕申鋁 那日本人要打老鷹的方式 最好是轉出步兵 或者是轉騎兵喔 轉攻兵單位不太行 不然就是要考慮直接走馬攻路線 都是日本人這邊的反擊方法 現在是只有一個左右開攻 兩邊都有進攻的單位 這裡想要趕快圍 但是被打破了進來 這根城堡蓋的有點極限 日本人提早挖石 蓋城堡 點下了戰毛兵 這邊村民已經開始被騷擾到了 最後這根城堡還是蓋起來 但是下方也漏洞了 這一波奴兵配老鷹 打得非常漂亮啊 直接戳到了Hera的幾隻村民 這樣只死一村喔 Hera這邊防守已經做得非常好了 一般人這邊應該早就已經死了一大堆的村民了 結果Hera這邊只死一村啊 這裡木槍去疊 毛兵去丟 再把這個洞補起來 其實上面還有洞的 好 這裡有死一村 死兩村還行 四三村對四三村 瑪雅這邊稍微有小小段村一下 好 那這裡瑪雅人 唉唷 日本武士 哇 來不及卡位 要是能蓋到城門的話 這邊日本武士就可以開砍了 好 瑪雅這邊轉出了三TC 開農喔 三TC農非常的兇 日本人這邊是TC開不了 趕快去出日本武士 這裡要存一點木頭 開始開TC 這裡打一波老鷹之後 鬼轉 3TC開農 然後這裡的兵量 也不會讓對手覺得自己有開農 好 這裡毛兵直接往前貼 工兵往前 工兵沒有打算要往後了 好 工兵全部送光 日本武士 使用他的日本 日本刀快速咻咻 砍掉了一堆老鷹啊 這個老鷹單位很怕日本武士了 好 那日本武士打麻雅的羽毛劍射手 額外增傷也很多 日本武士現在是可以Counter兩個單位 一個是老鷹 一個是槍兵 一個是羽毛劍射手 三個單位都會被打爛 羽毛劍射手跑得快 如果操作得好 日本武士可能是沒有太多機會的 好 那日本這裡是沒有打算要走馬功路線 馬功路線的話打老鷹其實也打得中的 而且打布弓兵呢 也有這個額外增傷效果 然後Hera走的是一個比較 不太需要花木頭的打法 因為錢寫的木頭有點缺 好 這裡頭石車過來拍一下 這裡預判 能夠再預判嗎 直接往前走 好 日本武士載個幾刀 好 就可以砍掉頭石車 OK 收掉了 這個頭石車一發都沒有投到 就被日本武士手刃 現在日本武士開始有點 有點猛喔 傷害力 現在瑪雅又補了一個新的TC 想要多開點TC 然後用工程機製造所的單位去做防守 好 這裡再繼續用武士刀開砍 好 五金被鬧 Hera這一波打得很漂亮 縱火技術也點了 看來是有打算要手撕城鎮中心 但現在日本武士的數量並不是非常多 單TC出日本武士 打瑪雅的4TC 那Hera健壯 這個TC開得太多了 人家3TC開農 我也先開個TC好了 好 那這個工程機製造所蓋的位置 其實蠻漂亮的 這個只要日本武士上前開砍 就會被城鎮中心給射到 好 但這邊戰毛兵騷擾的效果並不是很優秀 都要打個兩三發 才會可能殺掉一隻村民 好 瑪雅這邊直接不交流 3TC開農 也不出老鷹更大 反正我老鷹也打不贏的日本武士 好 直接鬼轉一波羽毛劍射手 而羽毛劍射手打步兵單位有加2點傷害 所以打日本武士傷害也是非常痛的 但日本武士打到羽毛劍射手也很痛 所以實質上來說是互相傷害的一個性質 這個對決 如果日本人要壓制羽毛劍射手的話 只能用戰毛兵 或者是馬功 這兩個單位 好 日本武士這邊敲建築物速度非常快 有縱火技術 縮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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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縮 到處砍來砍去 好 這邊日本武士的機械有點設的不太對 撞到了這個城堡 好 日本武士再抓掉一個市集 又撞了180木 但聰明書現在馬雅人只領先了15村 這15村其實蠻多的 好 那日本是蓋下了兩個城堡 但這根城堡居然是補在家裡 而不是往前壓制對手 這就有點讓人意外了 好 這邊日本武士到處走 欸 這裡有一片田 要不要抓一下呢 Hera這邊點下了步兵鎧甲 雙TZ開農 後面補了一個大學 這裡應該是要來點彈道學 好 因為有預測到對方可能會轉出羽毛劍射手 這裡有彈道學的話 就不太一樣囉 好 但是投石車也來了 這邊就要看投石車能不能關鍵頭到Hera的部隊 哇 居然預判到了 直接拍掉了四隻日本武士 好 馬雅點下彈道學 日本人這裡還沒有支援可以點 選擇了先開TC 4TC開農 好 再砸了一發 OK 打了非常多的數量 六萬武士上前 OK 這邊戰毛兵要小心 小心 拍個一下 找了四隻日本武士 日本武士上前 好 這裡全部解掉 好 看一下前方 目前前方的兩根城堡 現在給的壓力也是蠻大的 你等一下上帝龍Style 才有機率去騷擾 不然正面要去騷擾的話 壓力是非常大了 因為你要一直繞路 讓對方有足夠的反擊機會 而且你要繞出來也不太容易 所以黑了這邊可能要轉龍 趕快上帝王 轉巨頭 開拆城堡 會更有優勢一點 那這個階段呢 邁雅人是有羽毛劍射手在 還有投石車 暫時不太會被一波打倒 好 而且利用時代要升上去了 折扣也會來到最有折扣的一個時代 好 羽毛劍射手這也是5加2的傷害值 這裡要小心 攻擊力7點 要升到精銳的話也不會加攻擊力 但是血量會多加65滴血 攻擊力最高只能到9點 算是羽毛劍射手的一個小小問題 打這種騎兵單位會比較麻煩 像什麼遊俠之類的 會比較害怕一些 打步兵單位的話 還是可以靠做拉打去做反擊 甚至連哥的衛隊都打得贏 好 那日本人這邊補殺地龍時代 兩邊時代差了一分鐘左右 好 羽毛兵 要小心 後面羽毛劍射手 打一發 好 射箭長越撲越撲 補到了3個 這裡要一直轉戰矛了吧 變成一個戰矛怪 他同時車壓得有點遠喔 這個要小心 這個要壓寶了 壓在你臉上 HERA這裡 怎麼辦 正面不敢打 因為後面還有城堡 這就是我們剛剛說的壓力 就算往前A的話 日本武士也沒有辦法A太遠 好 目標是投資車 投資車收掉 接下來就聽天有命 日本武士爭取時間 看能不能多抓點村民 後面戰矛兵趕快往前A 往前A 往前A 但是後方的城堡已經蓋好了 日本武士這一趟是有去無回啊 萬歲衝鋒 哇 只剩下3隻日本武士 OK 那這一波打起來 HERA也沒有賺到任何的甜頭 好 城堡這邊已經被壓在臉上 後方的兩棟城堡 要趕快產巨型投司機了 那瑪娜這邊是直接3根城堡 兩個產巨頭 繼續產羽毛巾射手 墊下了化學跟二級農田 好 這裡開拆 中間這個城鎮東西 好 這裡拆除 OK 這個TC打掉了 好 下方這邊收吹一下 快跑囉 有毛巾射手來了 日本人點下了 彈射器 彈射器點完 攻擊速度可以增加3台巨頭 等於4台巨頭的輸出 而且拆裝速度極快 可以隨時去換邊打 這裡要小心 差點砸到 小心 趕快架起來 這個不架起來可能會一發倒 好 日本人是先點下了3級的3級弓箭傷害 然後再點下了3級的弓箭鎧甲 後面巨型投司機 努力輸出 好 這裡巨頭兩台 好像有點難拿下喔 好 再一下下 現在巨頭日本這邊有極大的優勢 打正地戰來說的話 不太會輸 而且現在正面有這麼多戰矛 羽毛箭射手也不可能往前A 日本人這邊要提供的是 白血的老鷹喔 老鷹在後面已經去世代發 唉唷 黃金國補下了 白血老鷹來 日本人這邊可能需要一點 單位進行反擊 繼續出日本武士可能是最佳選項 待會就要來看雙方控兵了 誰控得更好 待會老鷹的目標是要把所有的 戰矛兵全部收掉 老鷹把所有的戰矛兵收掉之後 後面的日本武士 靠羽毛箭射手就可以打飛鷹了 好 老鷹終於要衝鋒 這一波巨型投司機 依舊沒有拆掉任何一台巨型投司機 後方巨頭兩邊都在互丟 好 這邊細節看一下 日本武士在後方躲劍時 結果前方戰矛兵被老鷹撞到頭破血流 後方戰矛兵還是想要繼續輸出 日本武士上前 但是被後面的羽毛箭射手也射到了殘血 但是老鷹數量實在太多 這裡的老鷹爆的數量已經來到了30隻 後面羽毛箭射手已經死傷很多 但側面的戰矛兵被老鷹戳到全部殘血 上方日本武士寡不敵眾 只能打出GG 我們恭喜馬爾仁拿下比賽的勝利 這一波 HERA打得已經很緊繃了 最後羽毛箭射手還有少量活著 果然是最後被老鷹直接正面衝爆了 戰矛兵真是倒的有點快 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是由馬爾仁拿到支援上勝利 畢竟這個TC開的也比較早 那HERA這邊的問題應該是被對方的節奏帶走 畢竟馬爾仁這邊老鷹 加上奴兵的封城堡實彈初期的壓制 然後突然鬼轉一波3TC開 讓HERA誤以為對方還要再繼續打強軍事 不太敢掉了輕心去停這個日本武士 結果這個兵按太多了 支援調配也沒調到開TC的配置 這個TC晚開太多了 然後反而讓對方的經濟一波帶走 所以這個遊戲最困難的地方 就是要及時的轉兵 還要轉這個經濟 還要去偵查對方 到底是不是再繼續打強攻 這個前期的強勤進攻 只是一種虛假的幻象 這是有可能的 好啦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到這囉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的話 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我是有畫友 示範 circular 版圍 符號 我們要來看 我們先來看 打氣 打氣 我們先來看